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天气播报 明天开始的天气要转变了 不过是变得越来越好咯 明天开始东北西风减弱 转变成偏东风的大气环境 而且呢这个台湾附近的环境水气 也变得比较少 东边部地区仍然局部云量比较多 也会有短暗降雨发生的机会 但是西半部地区都是 这个晴朗或者是晴时多云 稳定的天气形态了 山区也要特别注意 还是有零星的降雨状况 在中午过后容易发展起来 还要特别注意在气温方面 早晚还有清晨夜间的时候 都会比较凉冷一些些 还是要特别注意日夜温差的状况了 现在看到卫星云图在今天呢 仍然是这个东北几风 稍稍增强的大气环境 北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地区 都有降雨状况 而且云量也都普遍的比较多一点点 但是西半部地区相对的影响 就没有这么大了 明天开始呢 转变成是这样子 这个东北风偏东风的大气环境了 云量相比今天来说会减少一点点 而且呢大气环境的水气 在台湾也会变得比较少一点点 那么未来几天 除了是吹着这样的偏东风的大气环境 甚至在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的时候 还会吹起东南风的大气环境 明天开始呢 这个仍然是在北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地区 会有降雨讯号啊 可以发现仍然会有这个偶尔有短阵降雨发生的机会 但是呢 从未来几天的降雨区模拟图也可以发现到降雨讯号 是一天比一天来得更少 也可以说是天气呢 形态是一天比一天来得更加的稳定 主要啊都是东半部地区 偶尤有短暂降雨 西半部地区 普遍天气都是相当稳定 相当不错的 那么可以看到呢 这个北部地区的气温变化 也可以发现到随着东北季风渐弱呢 高温也逐渐的正在回升当中 星期四开始哦 甚至到星期六星期日高温 甚至有机会站回三开头哦 来到30到31度左右 而低温持续是在23度 那么中南部地区就特别不受影响啦 持续这个气温都是维持在30 31度低温23度的 南部地区哦 更是这个受到阳光的加热之下 感受再更暖热一点点啊 气温有机会是高达30度以上的 低温维持在25到26度左右 东半部地区呢 虽然说哦这个东北气风减弱了 但是云量呢 相对的比其他地方多一点点感受起来 温度的变化并没有差别太多 持续是26到28度 低温21到22度 可以发现到不管哪一个县市哦 除了东半部地区 这个日夜温差相对的没有这么明显之外 其他地方这个日夜温差在清晨夜间的时候 气温都是感受比较凉冷的 那么主要就是因为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 特别要注意哦 在这个西半部地区都比较明显一点点的 那么呢 就请大家一定要记得特别的添加足够的衣服 小心不要着凉感冒了 那么所以明天天气状况呢 就只有在东半部地区 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的零星降雨状况哦 这个跟今天一样的 在西半部地区天气都是相当不错 相当稳定的 但是要特别注意 这个空气品质的部分呢 就要特别当心了 在中南部地区 有机会是亮起橘色的警示灯号 来到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等级 那么就请大家呢 一定要特别注意在秋冬季节 中南部地区时常哦 相对的比较容易会有空气品质不良的状况 建议大家 如果要外出活动的话 就得要先查看一下当地 以及当下空气品质的状况会比较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再见